客運調度場內兩台客運前後停車 但鄧信洗車工人就慘死在兩台客運之間 頭上戴著帽子還掛在車尾上頭 警方及監視小組人員拉起了封鎖線 從客運擋風玻璃碎裂程度不難想見 當時撞擊力道之大 這起意外發生在28號下午 國光客運在暖暖基隆的調度場 當時鄧信使者正在清洗車尾 沒想到這時黃信駕駛開著客運車進場 一時太過緊張 不小心把油門錯當煞車採才釀成意外 你行車進入去現在要拿嗎 我們等一下會請人來把行車進入去拆走 反正有要拆再拆就對了 要拆一定要拆 你現在騎來 我要去找 你現在騎了 我要去找 你現在騎了 我要去找 雖然說大型客運視線死角多 但這次意外是發生在駕駛的正前方 怎麼還會輕忽把油門錯當煞車 造勢原因及責任歸屬 警方還要再深入調查 記者黃少駭採訪報導